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两岸防务评论 我是施教伟 克斯热马也就是成红苹果的无人机的最新发展 这或许意味着这种无人机跟美俄同类型的装备有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大陆旁空工业生产的这些东西呢 也成为世界很多国家参考的对象 我们看到了克斯热马无人机基本上在外形上来讲 跟歼尼的确非常相似 外形上的相似是不是就完全是远方不动的造钞 我觉得它会依照它自己本身的需求之外 我觉得它已经有一个 School 肯定的在外形上了 它是变2016的使用它 相似的发展 陆连了所 담叶的 也就是我们要不要认为 这种优优独播 都可以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没有那么成功了 所以你东西做出来了 是不是能够达到它本身宣传的效果 还是说最后这个计划难度过大 不得不加以终止 这些都还是要等它背上天去 而且看它最后有没有大量生产 再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评论 克兹勒马无人机希望能够登上 土耳其的这艘两栖攻击型的航空母舰 这种无人机放到航空母舰上 以目前土耳其这个船来说的话 它具备滑翘板 可以让飞机升空 但是它在降落上的设备 并不足以让克兹勒马来降落 还有可能克兹勒马这个无人机 释放出去以后 在把刺椅本身在的弹用尽之后 是不是要变成一个自杀式无人机 或者背板路上的这样的基地 这些都还有待观察 因为毕竟它现在只有非常初始的雏形出来 最后如何 其实还是要看往后两年 它整个整体的发展 现在来说 由于制造商所提供的资料不多 一个外形 然后在跑道上滚行 让大家看了非常的兴奋 但实际上来讲 有太多技术面的问题 还有待验证 今天我们的两岸房屋评论 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也请屏幕前的各位 为我们订阅 点赞跟评论 然后我们下期再会